小学生的迷惑行为 你做过几个 盘手串 学习压力太大了 平时也没什么兴趣爱好 现在小学生都开始流行盘手串 上课盘 下课盘 放学走路也盘 听到手串被盘时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就莫名觉得解压 现在还有人不会盘手串的吗 吃辣条 小时候最喜欢的零食就是辣条了 香香辣辣的特别好吃 还会爆汁 吃完一包觉得不过瘾 手指和袋子里面的汁也不放过 蚊子丁 天气热了 蚊子就多了 一不小心就被咬了个包 我每次都会给他弄一个十字封印 感觉掐完就被咬了 改答案 考试的时候 对答案不是很确定 在收卷的前一秒把答案改了 试卷发下来之后 看到正确答案特别懊恼 哎呀早知道不改了 捏气泡膜 拆快笔的时候发现有气泡膜 总会忍不住捏一捏 一个个捏爆的时候感觉特别快乐 一个小小的塑料膜都能玩一整天 闻蚂子 放学回家脱蚂子 会第一时间闻一下臭不臭 除了以上这些 你们还做过哪些迷惑行为呢 喵耶